大家早上好 我们又到了武爱家乡菜新闻节目了 今天王少刚王师傅给咱们来一个洛阳牡丹燕菜 洛阳牡丹燕菜 据说在历史上 这道菜原来叫假燕菜 用什么的 用萝卜做 做叶窝 当时是做给谁呢 做给一位皇上 对 武则天 武则天 女皇上 吃完以后龙岩 后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洛阳参观访问时 洛阳的名厨为他们做了一道清香别致的洛阳燕菜 只见一朵洁白如玉的牡丹花浮于汤面上 贵宾们拍手叫绝 牡丹燕菜由此而得名 今天王师傅给咱们露一下手 做牡丹燕菜的原料有 萝卜 火腿丝 胡萝卜丝 冬笋丝 香菇丝 鸡肉丝 绿豆淀粉 醋 胡椒粉 盐 味精和糖 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不用一生还要方 萝卜如何吃出新意来呢 今天王师傅用一选二切三泡四拍五蒸 五个步骤轻松教您把普通的萝卜做出燕窝的口感来 这一选就是如何挑选白萝卜 要选这别糠的 对 首先压手的 三斤以上 这是一挑 然后二切 下面这需要切得非常细 要求刀工 其实当时这个菜虽然叫假烟菜 初中并不是为了造假茶 是为了显示我们厨师的功夫 是吧 对 它不是这个烟窝 但是做出了以后让你吃不不来 这就是咱们饮食文化的一个精髓 是吧 你看看 这切得很细了 然后改丝 我们取萝卜中段去皮后先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六厘米长 一到两毫米宽的细丝 这样使萝卜丝的外形与燕窝相似 您可能会说的 这萝卜它有一种辛辣味 它怎么能跟燕窝一样 对 不着急 咱们第三步就来了 对 要给它处理一下 切好的萝卜丝 拿凉水泡 一定用凉水 用凉水泡 泡多长时间 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里边加盐 不用加盐 不用加盐 泡十分钟 我们先把这些辅料 焯一下水 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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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一点盐 而且咱们给它滋润一点 给它放点油 好 先焯一下香菇 好 把这些切好的原料分别过一下水 我们依次将香菇丝 冬笋丝 胡萝卜丝 鸡肉丝 过水超烫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不同的辅料进行搭配 飞水就飞完了 是吧 萝卜丝也泡好了 我们换了两到三次的 对 它有两个作用 去它这萝卜的辛辣味 对 另外当时我们下一步 往上拍粉 就是 它比较好拍 挺有事 挺有事 对 好嘞 这是细菜 把萝卜捞出来 就要进入我们的第四步 四拍 拍粉 这有讲究吧 你得多说几句 对 一定要给它撒匀了 萝卜丝一条一条撒 干粉 对 已经还有一个这样记住了 是用的绿豆垫 绿豆垫 对 一是口感好 再一个它是透的 对 好 萝卜丝泡好后 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沥干水分 这样拍粉时 不仅能够拍得均匀 而且不容易结团 下面它开始拍粉 拍粉 绿豆垫粉 然后可能有的大家担心了 说您这个 或者炒 或者煮 不是白拍吗 我们有蒸锅 第五步 五蒸 对 这一蒸 我们就说它的性状就改变了 发生变化了 是吧 您先来看这萝卜丝 蒸完影您再尝 拍粉时一定要多放些绿豆淀粉 让每根萝卜丝都能够均匀的裹住 这样蒸出来的萝卜丝 口感上与燕窝非常相似 好的 行了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蒸锅 虚上大气 记住啊 一定要上大气的时候 是吧 对 就快速的给它拿住 这温度要够 是吧 好了 你吃尝 来 来 炭 来 多长时间 蒸五分钟 大火开锅以后 大火蒸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嘞 五分钟到过 我们给它煎成盖 灰火 灰火 有点意思 咱们把蒸好的萝卜丝放入凉白菜当中 好 我们给它打散 打散 也是稍微洗一洗 对 别让它那个 因为它这个粉 你蒸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干粉的一样 对 给它洗一洗 还真有点像烟窝了 还真没什么萝卜的辛辣味 是吧 下一步 怎么做 红水 来 我拿那大扣水 有点意思 把水控干 咱们就给它扣入盘中 好 然后呢 把咱们的辅料呢 分开的 把齐 把上 跟这种红萝卜丝 真是有点以假论针的意思 冬粉丝 这些机器的大爷大妈 你要把这菜学会了 过节的时候 平天请去 对 火腿丝 红萝 鸡丝 好造型的 咱们再上火 再蒸上五分钟 再上火蒸 对 这一蒸 像香菇的味道 火腿的味道 特别是鸡丝的味道 又轻轻 这个吃着更像 咱们就一个 牡丹花的造型 是用鸡蛋黄 直接打入盘中 就像蒸鸡蛋糕一样 要喝水 这不喝水 直接蒸硬了以后 都喝出来的 请君如 别削手 来 再蒸它多长时间 五分钟 五分钟 在蒸的同时 我们还得调一个酸辣味酥清爽立口的汤汁 行了 你看 够了 好了 多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 加一点盐 糖 好 给它卸余 对 给它卸余 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先锅 好 这时候我们再给它点上点味精 先点点醋 微酸 下入味精 这就是洛阳水席的头盗材 这就是传说中的 牡丹 叶叶叶叶 如何将白萝卜做出燕窝的口感来呢 首先我们选择三斤以上的白象牙萝卜 切成六厘米长一到两毫米宽的细丝 使外形与燕窝相似 然后凉水浸泡十分钟 捞出沥干水分 用绿豆淀粉拍拨均匀 最后大火蒸五分钟 使口感与燕窝相似 我们还得调一个酸辣味酥 清爽利口的汤汁 最后浇汁即可 很简单 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有种请会跟我们联系 明天早上老时间老地方的朋友 不见不散 再见 在明天的节目中 铁钢师傅将结合改良羊肉泡馍和羊汤 为您打造冬日滋补佳贫 食井醋泡馍 更加的有利于健康的需求 不要错过明天的天天饮食